她就是老乃臣中校的父亲 请坐 另一位是老乃慧小姐 她是老乃臣的姐姐 现在我宣布记者会开始 将军请 各位媒体的朋友大家好 感谢各位前来指教 我首先自我介绍 我是老乃臣的父亲老泽刚 最近这几天从媒体的报道得知 六栋腰旅 甚至全体国军的军域都受到严重的伤害 各级长官也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 这整个事件已经成为目前全国高度关注的话题 也造成大家的不安 所以我深感不得不出来面对大家做一个说明 第一 第一 老乃臣的事件 已经浪费了太多的社会资源 也造成大家的困扰 我仅以家长的身份 代表劳家和邱家 向全体同胞 道歉 尤其我劳家 父子两代 都受到国军的栽培 今天 让国军受到这么大的伤害 我深感 我对不起国家 也对不起国军 所以我要对全体国军 道歉 第二 现在全案正在调查 我会要求哪层 全力配合 坦诚面对 勇于承担一切的责任 我们也会完全配合 司法的调查 尊重国防部所有的决定 第三 我希望老乃臣能够深切的改过 不放弃任何的机会 争取继续留在军中 贡献他的专长所学 万一留不下来 我也会要求 如果他还有退休金的话 会全部捐出来做公益 并且义务担任志工 将专长传承下去 第四 最后 我以一个退伍老兵的身份 郑重地提出一个呼吁 对于犯错的人 当然应该接受应有的惩处 但是绝对不可以一杆子打翻一船人 对于 对于 尽忠职守 辛劳卫国的国君 应该给予 适当的尊重 这才是国家之福 我在此 我在此 再次 郑重地向 全国的同胞 全体的国君 致上 深深地抱歉 谢谢大家 那现在就进行第二阶段 请各位记者女士 记者先生提问 谢谢 这边旁边有那个麦克风 我们会递给你 谢谢 请问一下 刚刚老将军是说 是从媒体方面得知 说老乃臣有发生一些事情 那请问您之前事前都不了解 他在军中的一些所作所为 会是平日的一些作为吗 谢谢 我已经退伍非常久了 所以 对老乃臣 在部队的情况 我并不了解 请问老将军 就是说 昨天在那个几位上将到总统府之后 那有新加了一些惩处 那总和到目前为止 所有的惩处 包括对您公子 包括对军中的这些 这些高阶将领 您认为这些惩处是适当还是过度了 您的感受是什么 不管任何惩处 这是国防部的权责 我们都予以尊重 但是 我还是很希望 能够给年轻人 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最好 是就事论事 不要牵连太广 不断传出就是您儿子能当到现在这个地位 是有部分是靠您的关系才能当到这个地位 那对于这个就是一直要有这样的传言 甚至中校区也是你帮他卡的 那对这样的传言您有什么想要回应的吗 传言尽管是有 但是你们可以去查证 即便当年我还在意的时候 我都从不到他部队去 因为会形成他长官的困扰 你们可以去查证 他在部队服役的记录 我没有任何一次 为我儿子做过任何的一次官说 所以我儿子能够到美国去受训 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跟我完全无关 刚刚想请教一下 就是说老乃城他是不是也从小受你的影响 所以就会想要从军这部分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前立委您的同学帅化名 他是有提到说老乃城是结婚以后 变了一个人 受到一些比较奢华的环境影响 就您做父亲的您观察是这样吗 谢谢 老乃城 他从今是他自己的意愿 并不是我逼迫他 他婚后 有没有改变 那是别人的评断 但是他结婚以后 每一次有机会休假 都是回家照顾妻子女儿 所以我跟我的亲家 都对他非常满意 请问一下老先生 事发之后您有跟 您有责备过儿子或是 就是有跟儿子做什么样的沟通 那儿子有跟你在坦承 他有其他的违纪的行为吗 因为他人在心中 我不方便跟他联系 而且据说他的手机也被扣押了 所以我联系不上他 老将军由于您的儿子 他在军中等于从事是一个 比较高阶比较机密的工作 那现在外界就是有一些所谓 会不会有泄密的质疑 那他例如说担任阿帕切的飞棺之后 有跟你谈过说工作上面的事情吗 那你对于说他过去 有邀请一些亲友进到营区 来参访这件事情 你有听他说过吗 那至于就是在这段时间之后 您上一次跟他联络 或是上一次跟他有对话 或者是有见面大概是什么时候 第一个我先说明 我从军三十余年回家 从不谈论军中的事情 我只知道他获选赴美受训 回来以后我也从不问他 飞机的事情 你们可以去了解 六栋腰旅的会客记录 看看我有没有去过 我都不去参观 甚至于他回家的时候 只是带孙女给我看 他去探视我的母亲 因为我母亲年纪很大 这个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他放假回家 都会带着妻子女儿 回家陪祖母吃饭 就是如此 有那个军中的同袍爆料 就是说将军您的公子 他很爱上酒店夜店去玩乐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说 将军您在大陆的一些投资 也引发了一些质疑 甚至有网友他们下的助脚事 是不是已经国共一家亲了 那不晓得将军您怎么看 第一个 他爆料说我儿子去夜店或者什么 这个我不清楚 我抱歉 没办法做一个回答 至于说 我去大陆 我是退伍以后 过了管制期 受台湾公司的指派 到大陆指公司 担任行政管理的工作 这是有的 但是 大陆公司的同事 没有人知道 我承认军级 而且 我已经在三年多前 就 退 这个 又 又从这个公司里面 退职了 返回台湾 所以目前 我没有任何的工作 老师 不好意思 这边想请教一下 就您刚才这样说 那您有观察到老奶船的改变吗 那现在想请教您 您会后悔他当 他当军人吗 我刚才报告说明里面 有说 我们父子两代 都受到 国军的栽培 我从不后悔 然后 我 那 这 做两个人 就 他 这个 本一 好 如果 你 問題我就一併的做一個回答好了 如果我碰到我兒子 我會讓他坦誠面對 勇於負責 你該負的責任 你犯了錯誤 你該受懲處 你就勇敢面對 但是你一定要 要堅強起來 重新站起來 我想跟他講的是這個 當然我女兒 她是當任老師 現在也有記者 要想要去訪問她 其實我們家裡面 我跟隨你的感情 都非常的好 我不希望 她跟這個事件是完全無關的 而影響到她的學生的受教權 所以請各位媒體 能夠高抬貴手 好嗎 謝謝